好 大家都愛聚焦 聯準會到底是要 歌式升息還是英式升息 昨天最後升息了一碼 現在目前鮑爾是講說 要淡化升息的預期 所以昨天美股也是中錯 美元也是中邊 我們先看到鮑爾的講法 他說矽股銀行的倒閉 是由於自己公司的管理層 沒有辦法管理好風險 也就是說要希望大家 不要覺得說金融危機很嚴重 但是他也強調 現在目前銀行的體系很健全 所以不認為今年 還會再繼續降息 再來我們看看 昨天葉倫的一句話 也讓道瓊狂洩530點 他說政府無意擴大存款的 保險範圍 所以也導致地區的銀行股 全面的崩跌 四大指數中場接沒 所以這些資金 開始要流向了黃金 金價也是破了歷史的高點 上看2600美元 大家都要趕緊避險 就因為這個費的利率 到底要升要降 大家覺得越來越多 不確定因素了 第一共和銀行 現在甚至考慮要縮邊 因為募資失敗了 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第一回大家已經注資了 現在看起來好像還不夠 摩根大通也嚴禮要伸出援手 不能讓這個事態擴大 但是拜登恐怕盤算的是說自己能不能繼續選連任 他暗示希望自己能夠連贏兩次 所以他又開始發起了新一波的科技戰 又為著選舉而開始要打中國嗎 我們看到他現在公布說晶片的補貼原則 禁止這個受到補貼的一些廠商跟中國大陸的企業 進行超過300萬元的交易 必須是限制在5%之內 那主要關注的外國就是指中國 俄羅斯 伊朗跟北韓 那其實我們台積電也會受到相關的影響 接下來我們的台積電的南京廠 恐怕會面臨到一些相關的限制 那雷蒙多講到這樣的護欄 其實是為了確保美國在未來10年都可以領先對手 那這樣子大家感覺 要對華脫鉤這一家叫做美滿電子 充滿華人基因的 他現在第一刀開始要對華人的員工開始進行裁員 人家想說這是不是也是在跟美國線投名狀 還開始有一些相關配合的一些動作 那再來我們來聚焦一下這個瑞姓 現在遭到賤賣之後 災難還沒有完 還有一波裁員朝等著他們 因為集團內的員工其實超過12萬人 現在預估瑞姓跟瑞銀重疊的這些職位 恐怕就會是裁員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刀口 那我們看到這恐怕有三分之一的人會被裁員 那因此很多這種獵人頭的 或者是什麼求職的這些單位 都已經開始接到一些這種瑞姓員工的電話 那他們就趕快要再找工作 而且現在瑞士人也要哭了 因為為了要救瑞姓 全民買單每個人要分攤到41萬元 哇 代價非常的高 但是瑞姓竟然還要發獎金 結果人家就引起一番華人 我要幫你買單41萬 結果你自己瑞姓還可以發獎金 這合理嗎 所以我們看瑞銀趕緊平息眾怒 就說我們現在會禁止瑞姓來發放獎金 所以這一波你看美債也使得瑞姓也出現了問題 所以美債問題 銀行問題 甚至災難接二連三的銀行倒閉問題 現在要劃下句號了嗎 還是還有的言 我們來問一下傑老師 瑞士最大的產業就是金融業 它這個國家的財富基本上是因為金融業帶來的 雖然也有一些製造業 觀光業 可是瑞士的金融業是獨樹一職的 這跟它國家採取中立 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個中立國 中立國就是我不管國際任何事情 國際上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保持中立 這個中立地位讓瑞士的金融業吃香喝辣了 這個過去長時間吃香喝辣 因為人家覺得錢放在瑞士 第一個 瑞士永遠不會發生戰爭 打起來的話 瑞士也不會牽涉戰爭 沒有戰爭的話 那個財產就可以得到保存了 另外一個 瑞士也不會因為他的沒有政治立場 說這個國家 美國講得對 所以美國人要我瑞士來配合 我就配合 那今天俄國講得對 瑞士叫我 俄國叫我配合就配合就配合 那瑞士從過去從來 我就是中立到底 所以你的財產放在我這邊是最保險的 可是瑞士這個國家最近頭殼壞掉了 對 他居然在俄乌戰爭的中間 他居然採取 忘記了他國家的中立傳統 那他忘記了他的國家中立傳統 他選了邊一戰以後 他的銀行也一起來怎麼樣 也搶俄羅斯的資產 所以過去人家認為說 我錢放著你瑞士不管怎麼樣 都不會有任何的風險的時候 他這個金字招牌就破掉了 一破掉以後就瑞銀第一個 瑞幸第一個 大家也算是 也不能算是惡性擠兌 可是去年一年也抽掉了非常大的資產 你知道他們這些瑞士銀行 不管是UBS還是 Credit Suisse 你要開一個戶非常難 在很多地方國外你去問他 我要開一個戶頭人家說 對不起 我們500萬美元起跳 300萬美元起跳 你錢想放在我那邊我還懶得管 對 所以他的錢要開始抽的時候 也是500萬 1000萬的這樣抽 美金 所以他也抽得很快 所以今天瑞士銀行說起來 跟UBS跟這個 Credit Suisse 並不是很會經營的銀行 他是因為他國家的政治立場 導致他就等於做生意 非常好做 人家的錢放在那邊 也不跟他計較利息 也不跟他計較這個 我以前在中間一個銀行有過戶頭 因為我在那邊住了蠻久 我告訴你 所有的東西他都要收費 開一個戶頭收你一筆錢 你到銀行轉一個帳收錢 最後你說我走了 對不起 我要關帳 關帳也給你收錢 然後還有戶頭管理費 像我們這種一點點錢 你要放在那邊 一兩年就被他抽光了 所以他是這樣賺錢的 問題他的前提必須 他政府要保持中立 就他政府放棄中立了 就是他這個銀行業的毀滅的開始 以前他怎麼不會這樣子垮 以前在世界都垮了 瑞士銀行也不會垮 現在瑞士銀行帶頭垮 這個應該要找他們的政治人物去算賬 好 鄭遠哥 中國大陸的機會來了 中國大陸現在要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 趁著現在很多的瑞士 包括美國的國際性的金融人才被裁員 趕快去把他吸收到香港 上海跟深圳來 因為這些人他被裁員 並不是因為他自己能力不夠 因為公司的決策出了方向 如果把這些人找來的話 可以提高中國大陸在香港各地 金融機構的一個運作的能力 因為這種人才 別人花了十幾年在培養 你現在很便宜的買進 要低價收購人才 第二個 現在很多的美國的科技廠商 開始在裁員 一樣的裁員以後就有低價人才 可以收購 所以人產你要把它當作一種貴重金屬一樣 全部去收購 因為在2008年 當時金融海嘯的時候 當時全世界亂成一團 剛好有個機會碰到張高麗在天津 他問我說 我說趁這個機會到華爾街機 收人 收公司 收股票 收錢 現在全世界的金融資金 對美國沒有信心 對瑞士沒有信心 就把香港打造成全世界第二個瑞士 因為中國有兩個信用很重要 前段時間大陸的政府做對了 第一個村鎮銀行不出了問題嗎 全額理賠 村管戶沒有收到損失 當然另外一個網路詐騙 來另外一回事情 第二個 就是紫光集團發行的債券違約的時候 大陸政府起來收攤子 當然最近是把趙偉國抓去關 但是至少他把債券人的權利都保證了 證明一件事情 社會主義的金融系統 比資本主義的銀行更可靠 這個就對了 所以你要讓全世界對香港的中資銀行 保持高度的信賴 我相信再過幾年 香港在全世界外匯市場的比重 就會節節攀升 會超過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一樣 新加坡現在的星展銀行 也是收存款收得滿手都是 因為它是公股銀行 很多人不曉得 新加坡即使讓它的金融管理體制 是社會主義體制 它不是資本主義體制 所以為什麼錢會往那邊跑 所以全世界形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富豪 它的錢要靠社會主義的銀行來保護 因為資本主義銀行已經靠不住了 所以對於這個東西是好機會 所以希望中國大陸相關大陸能夠聽進去 再來要減持美債 要減持這個很多的美 因為這一波的危機其實很簡單 就是俄乌戰爭 他一人搞出來的 俄乌戰爭引起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必須加息 那加息要債券價格大跌 那很多銀行持有很多的債券 所以造成債券價格下跌 嚴重的損失 嚴重的損失 他又沒辦法賣掉 沒辦法賣掉的話 結果很多存款路覺得銀行會賠錢 可能會倒閉 就拼命去提款 一提款的時候 那問題就都爆出來 不是擠兌就是倒閉 那就是一連串的危機 俄乌戰爭不停的話 這個金融危機是沒有辦法過去的 只能短暫的止痛 裡面的傷痕還沒有復原 記住俄乌戰爭 如果只要一擴大 金融危機就會繼續擴大 那俄乌戰爭如果止息的時候 全世界股票才會快速反彈 所以盯著俄乌戰爭 所以中國現在搞和平 天使的角色是在幫美國解決問題 但是美國並不感謝 那既然不感謝的話 我覺得和平談判就慢慢做 不必急 就讓美國的危機要拖久一點 歐洲的危機也拖久一點 那這個拖久危機裡面 中國大陸 除了要把美債 要把自己的債性弄好 清典一下這一波裡面 中國大陸發行哪些債券 在海外債 要建立債性 要像過去100年以前的 瑞士的債性 而不要像現在的瑞士的債性 這一點很重要 好 賴老師 鮑娥爾的現在的角色最重要 就是想辦法讓通膨下來 至少絕對不能讓他發生 自戰 智障的這個情況 因為如果停滯性的通膨 停在那個地方 這個對美國未來的經濟發展 該怎麼辦 所以對於他來講的話 他的角色責任就在這裡 而不是去救這些 體質不佳的銀行 那怎麼可能叫那個鮑威爾 去救體質不佳的銀行 而且本來強調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那你資本主義社會既然講的 是資本主義 就是經濟自由化 你體質不佳的銀行 該倒就倒了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的話 對於鮑威爾來說 這不是我的責任 那是你的這個 那個 葉倫的責任 那葉倫也處理不了 他也不可能當初那個大話講太快 說照單全收 那這個時候他一發現他根本做不到 做不到照單全收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一改口 大家更沒有信心了 不應該講大話 講了大話 一改口沒信心 開始擠兌 開始往外跑 那往外跑 如果再一家一家爆出來的話 情況就更嚴重了 那這個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好 那既然情況越來越嚴重 那你本身又想去大陸訪問 來 請中國大陸來幫你解決美債的問題 那你就應該把關稅都取消 這是你片面的加的 你怎麼可能說把它當籌碼 同樣的道理 你美國現在的經濟狀況不好 你想跟中國大陸把生意做大 你要把你所有的禁令全部都取消 你不能自己創了禁令以後 自己再想把它當籌碼 沒有人那麼笨 不過我最後一個提醒 瑞士這個鬼带並不大 瑞幸這麼的大 不要圖那麼一點利息 我覺得如果以避險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盡量把資金都先抽離 跑到外面等一等看看 剛剛鄭元兄講得很清楚了 先離開以後回到香港 到香港 到新加坡 到中國大陸 停一段時間 再看看你瑞士度過難關以後 要回來再回來 不要在還沒有安全的時候 你還停在那個地方圖那一點利息 免得到時候血本無歸 其實像我們台灣都踩了 像昨天國泰金 而且 同性戶口 每天二人身上 女人身上 modified 今次是 膽子 亁 我身上 身上